關鍵是侯友宜現在兩個角色 同時是新北市長 同時也是總統參選人 但是在面臨颱風的時候 台灣人民一定是期待說 你現在可不可以專心 停個幾天選舉行程 認真防災 假設有狀況救災 你是不是有心當新北市長 但我說真的今天 侯友宜市府團隊 跟他的競選團隊 我認為是對侯友宜市長大扣分 因為呈現出來的形象是 他根本無心新北市長 他根本忘了自己是新北市長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今天在下午六點 大概兩分三分的時候 新北市政府公佈了 他們的明天的市政行程 所以導播簡單來講 這個行程就是明天 侯友宜市長沒有任何公開行程 除了教育局長 跟民政局阻密的行程以外 市長是沒有公開行程的 可是在同時間 超同時間的時候 在他競選辦公室的媒體群組 公佈了侯友宜市長 明天一整天的行程 我要強調的時間點是 這是六點鐘 當時新北市民都還在等 新北市長侯友宜 你到底要不要跟大家講 我們明天要上班要上課 後來直到了八點 新北市才宣布 明天正常上班上課 可是在六點鐘的時候 侯友宜他的競選辦公室 公佈了什麼 明天十點二十要去參加桃園第六選區的那個立委的參選的婦女後援會的成立大會 十一點半參加世界客家博覽會 兩點半參加藝民廟參拜 三點四十五參加新竹縣議會黨團 下午五點半 竹北天后宮參拜 所以明天侯友宜的行程 在今天下午六點就確定 明天是拋下新北市 去桃園去新竹了 我問一個問題就好 你這個時候到底確定明天上班上課 要上班上課了沒 如果你根本還沒確定 你為什麼把這個行程發出來 而且確定你明天就要去選舉 如果你已經確定你為什麼不公布 你如果沒確定 那你為什麼已經還沒確定明到底要不要上班上課 你就要決定去跑選舉行程 這是一個很矛盾嘛 所以只有一個原因嘛 結論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侯友宜市長 他今天雖然在黑面中心 但他的心態已經不是在當市長了 所以他才先決定了他選舉行程 後面才是告訴大家 我明天要正常上班上課 沒錯 這個天災再加上人禍 讓在北京附近的桌州這個城市 大家看到水淹得非常的嚴重 很多車子已經都泡在水裡面 桌州總共這個城市有70萬的人口 所以這個豪宇號稱是說是四五十年 最大一個豪宇 但是這過程當中你也看到的是說我們跳下一支戲劇 可以變成這麼大的一個城市 他現在卻被河北的省委書記說 你們要做好北京的護城河 什麼意思 因為很多居民在半夜的時候才臨時接到通知 叫他們要撤 那時候就有武警來要去強制要把桌州這邊提防給他破壞 為什麼要把整個桌州剛剛看到這個城市 變成了所謂的北京的護城河 變成一個洩洪池 然後有居民就在網路上面在這邊大聲的疾呼 在那邊求救 那我們在看到這個非常多證據 在推特上面跟微博上就有講到是說 北京是往桌州洩洪 然後昨晚開始決定洩洪是要保北京 晚上11點鐘的時候就洩了 還有更進一步的證據就指出說 這個有一個大提 全村人都在首提 為什麼 因為武警就衝到那個堤防那邊 在半夜的時候就把那個堤防給炸掉 希望這個方式的話 讓那個水先流到桌州 然後就不會去流到北京 那不就是犧牲桌州的人嗎 沒錯沒錯 然後結果官方還出新聞說 很多人沒把洩洪通知當一回事 把責任怪在民眾那邊 但是這邊時間點就還原是說 11點20分特警強行逮捕村民 強蛙洩洪口河水吞沒整個村莊 就是我們一開始看到的畫面 然後對外公開是自然決定 捨桌州保北京 那接下來因為引起非常多的 中國民眾的公憤 然後我們就熟悉的這個 前環球時報的總編胡錫進 就出來說沒有沒有啦 北京是在上游 上游的話不會受到影響 然後甚至這個時候人民 這日報還出了一篇說 桌州零死亡 零失聯 受難人數有13萬人 但是非常的平安 結果中國這些網友 全世界的人都在關注這件事情 然後還原整個真相發現是說 桌州在這個地方 北京確實在他的上游地帶 但是往下游的地方哪裡 就是習近平要力推的面子工程 雄安新區 就我們之前節目有講過 變成鬼城的 蓋了一些建築這邊 所以桌州確實不是為了保北京 是為了保新北京 雄安新區這個地方 然後這確實也在 中國新聞上新驚爆說 確保雄安新區北京 大興機場的絕對安全 因為當桌州這邊全部大淹水 變泄洪池的時候 就保住了機場 也保住了雄安新區 而另外一個圖更發現是說 在他們官方河北雄安 這個新區的規劃綱要裡面 有講到是怎麼樣河川治理 結果直接現在劃分上面 就把這個桌州 剛剛這個城市 變成他們這個泄洪區 去保住下面的雄安新區 他們這些新這些鬼城 這些爛尾樓 不會被影響 放大一看 這個紅區 你不要以為是土地 它就是剛剛所看到的 第一個影片畫面的這個城市 所以最後我們來看到的是說 當地他們為了要顯示說 我們這個公安 武警很認真的去救災 就出動了這個直升機 去救什麼 受困在屋頂72小時 這影片畫看得非常的驚險 其實仔細看 這邊有一台車 在這放大一看 就有個水 直接到輪胎的一點點而已 根本就沒有災情 所以這又是中國去做大內宣 擺拍的一個畫面 而實際上 不是去救人 結果救人那個根本就不需要被救 因為被救人的小懷而已 不是嗎 我們再重新再看一下 這個時候很驚險 在樓頂上不敢下去 笑嘻嘻的 在那邊拉這個直升機 就仔細一看下面這台車 奇怪 它水怎麼擠到輪胎的 一點點而已 所以說中國造假的工程是很厲害 實際的情況 再看下一支影片 下一支影片就顯示說 真實的這個居民 是被放在原本運租的車子裡面 然後就用機器呼吸像逃難一樣 因為當地已經沒有辦法 再有更多的器具了 所以有70萬人要梳離 很困難 各種可以用的車子 包含這運租的什麼的 卡車的全部都用上去 來把這些居民救走 有更多的居民 卻在半夜中因為洩洪 其實目前已經失蹤跟死亡 可在中國的紀錄裡面 都是一個神秘的數字 永遠都不會公開 侯友宜昨天從日本訪問回到了台灣 那國民黨當然要做點面子 做出我們很團結的氣氛 所以找了十幾個民意代表 包括有一些立委 有一些議員來幫他接機 但是這個畫面實在是非常搞笑 卡到叉叉叉 沒有錯 我們畫圈圈的這個人 你知道是誰嗎 許巧鑫 我沒有看過有民意代表 他在人家受訪的時候 站著這個老遠 而且他不是站在後面 站在後面才有版面 最厲害的是 巧鑫沒這麼矮 他蹲下來 他還特別蹲下來 將軍你覺得這是什麼樣的用心 按照許小鑫的功力 他如果想要上鏡頭 絕對搶到C位 對 他絕對搶到C位 而且是女生 女生通常我們一代表 我們在搶位置 我們不太會去跟他擠 不太會推擠 一定會讓他搶到最好的位置 許小鑫不到地位 還蹲下表示他不想露臉 所以我就講 很多時候 黃呂真的很用心 他怕侯友宜下飛機的時候 有幾個關鍵的人沒有來 直接點名 對啊 劉淑慧要去 張思綱要去 許小鑫要去 到了現場 他在點名 許小鑫 這邊 他躲在後面 我正在擠 我過不去 我太小隻了 他可能會過不去 我跟你講 以他的功力絕對C位 除非他不想 為什麼不想 大家心裡很明白 他就心裡想 人家不會贏挺他幹什麼 但不要影響到我 所以我說 國民黨挺著這幾個立委 其實你說他們是不是年輕 是年輕戰將 可是心速上對於國民黨的忠誠度 有未提 為什麼 他打心眼裡 看不起侯友宜 你下來幹嘛 我來去逼你 要不是由黃呂叫我去 我才不去 躲得遠遠的 所以被整個攝影機拍到的時候 你都不知道 人家會抓你嗎 會找你嗎 你跟侯友宜站在一起會怎麼樣 你偏偏要躲在旁邊 已經 你已經是夠迷你了 你已經夠小巧了 你還要蹲下 你真的有這麼丟臉嗎 跟侯友宜在一起 有這麼丟臉嗎 如果你真的選這麼丟臉 你就大聲的說 我不要 對不對 他不敢啊 因為會黨紀處分啊 他可能會沒辦法選啊 因為還沒有正式登記 如果等到他立委正式登記以後 你看他不一樣喔 自無自旦是不是 他就真正的開始打他的選舉戰 所以我才說國民黨這次提了幾個你們所謂這個年輕戰將 如果他真的選上國民黨黨部你的災難才真正開始 忘記了嗎 2020年是誰到中央黨部把吳敦毅逼下來的 不就這群人嗎 他們現在如果勝選了那個氣勢在意高漲 朱立倫你的下場會比吳敦毅還要慘 那國民黨佈局還包括說 你這一些黨籍的提名人趕快要跟侯友爺掛刊板 可是我告訴你 郭董更厲害啊 傳出郭董他是怎麼樣 他 這個金額大家沒有看錯喔 說 至少準備20億幫清鍋的小雞們 你的刊棒來來來來 我們做會來刊 花我的花我的 瑞德哥這個殺傷力很強 聽說全台灣只有一個人可以在一天之內 成千上萬個刊板同時上架 我大概只有他而已 你會認為有實意很多 那是因為各位 你們都是窮人啊 你知道嗎 你們限制了你們的思考 你知道嗎 有錢人我跟他是一樣的 你搞清楚 鴻海我也一張對不對 鴻海我也一張 你們笑成這樣 你知道嗎 鴻海今年分鼓勵不錯耶 5.3耶 所以他分到92億 扣稅以後 還有六十幾億啊 他不過拿了三分之一出來對吧 那你要說正常情況下 他可能這樣做嗎 正常情況下郭台銘不會這樣做 他為了賭一口氣 他就這樣做 他去找過的人 郭台銘大概有跟他們聊天了以後 他這次就是為了要出一口氣 要賭一口氣嘛 所以他會不會這樣做 他到美國去見了誰啊 你要知道 見了國防部長張育成 還特別從台灣把張育成 愛吃的蜜餞都帶去 什麼意思 他不是只去見季辛吉而已 他見季辛吉 這個一百歲的老政客幹什麼 因為他 季辛吉到中國去跟習近平一起見面 習近平給他奉落上兵 比美國國務卿還要不領口 還要高的待遇嘛 他一步一步在鋪陳啊 如果郭台銘回到台灣了以後 他宣布不選 那他就會餘臭萬年 因為那麼第一個不諒解他呢 就彰化縣議長叫做謝典林 你知道嗎 所以呢 我都已經為了你退黨了 你這個玩弄我啊 全台灣我算了一下 大概只是一下 馬祖連江縣跟基隆宜蘭之外 其他都是力挺一大堆的縣市 全部都有他的人啊